那很感谢长荣航空 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愿意提供这个资讯给我们做分享 那长荣航空呢 是我们配合许久的一个合作伙伴 那当初跟这个Quantum做接洽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遇到这个华安卫管理上面 有一些问题想要有所提升 那他所遇到的问题呢 大部分就是大家所预见的 就是这个资本作业的管理保存 比较不容易 那很多作业都需要靠人工的 这个记录跟计算来产生报告 这个是占用大家非常多的时间 而这个原先用这个Excel表 来做这个记录的时候 缺乏自动化 那当这个档案没有做事实的更新的时候呢 可能会导致这个讯息的落差 而衍生出这个不利于后续追踪的这个问题 因此呢 来一张 因此呢 希望透过这个华安卫系统的运作呢 来针对这个事故危害的 职业危害的分析 事故调查跟训练的管理来导入 协助这个企业的管理者 可以有效地跟员工沟通 保持这个顺畅 跟提升整个整体的效率 那所以我们华安卫系统呢 当初提出的 被要求的事项呢 有四点 第一个就是要符合公司内部 目前的这个作业跟签合流程 那稍早也提过 不能因为导入这个软体系统 而改变了整个企业的作业模式 跟签合的流程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必须针对客户的需求 那长龙航空 他提出了整个签合流程去做设计 那再把他这些资讯呢 整合在同一个平台上 让同人可以去运用 那所以我们这个账号呢 使用者账号部分就会开设 比如说像是这种系统管理员 或者是一般使用者 那不同的账号登录呢 可能看到的不同的功能权限 就会不一样 那必须符合公司的人事架构 方便这个跨场区的管理 那再来呢 资料的保存 必须符合这个资讯安全的要求 以及架构 那导入我们这个 匡藤华安卫系统之后呢 主要归纳成四大效益 首先呢 第一点就是符合法规 快速的掌握 那这个事故通报的这个过程 必须在第一时间呢 让职安卫的窗口 以及医务室等等相关部门呢 接收到 那这个通报流程的加速呢 以及因应整个后续的处理呢 是很有 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那以往呢 以往是用这个email做通报 比如说如果 有事故发生的时候 这个事故现场人员 或者是事故当事人呢 必须去以手机通报他的主管 他的主管在用email的方式 去通报职安卫人员 以及医务室 那这样子的动作呢 可能会有一些延误了措施 整个第一时间 进入调查的这个程序 所以使用系统之后呢 当事故发生 当通报人员一登入系统 做这个事故通报的时候 就可以这个职安卫人员 跟医务室就会立刻收到 这样子的通报资讯 并而展开整个调查 那这个稍早也有提到说 我们系统可以绑定 使用者的email 所以当这个 有事件发生的时候 直接透过这个email 立即转发给各个主管 或者是相关单位 再来呢 就是为什么可以达到 这样子迅速的通报 以及迅速的处理 那当然就是 就是有这个手机APP的功能 那手机APP不但 它可以填写这个事故 当事人的姓名跟处置状况 还可以去填写说 我是不是有牵涉到一些设施啊 或者是一些初步危害的一些分析 来然后还可以交代 我们整个紧急应变的这个过程的 是否有符合公司的规范 那还有一些其他观察事项 都可以在手机APP上面呢 立即做通报 那第二项呢 我们可以掌握 及时掌握风险的动态 那稍早也有提过说 我们企业在进行风险评估 风险分析 最后产生出这个风险急剧 是一个相当耗费时间 而且但是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导入系统之后呢 我们可以立即的在线上进行风险评估 针对这个高风险的这个作业 可以立即产生这个因应的措施 那整个长空航空呢 它完成了69个部门的风险评估 然后这69个人其中包含了740项的作业设定 以及3089项的危害情境风险评估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过程让他们的管理阶层 可以有效地掌握整个公司下面 所有的风险分布状况 然后进而进行追踪改善 那掌握风险动态呢 最好的方式呈现就是用仪表板的方式 那Quantum呢提供了一个仪表板的这个图表形式 可以一目了然的去观察出说 整个公司的作业分布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 以及大部分的风险是坐落在什么样子的层级 那这个资料的分析呢 可以是依部门别 或者是依危害类型来去做分类 因为这些资料呢 当初在做风险盘查 以及风险评估的时候呢 全部都建立在资料库里面 所以当我们主管阶层呢 要检视这样子的资料的时候 可以一目了然的 从资料库中调出我们的资料 是以风险的危害的类型去做分类 或者是以部门别呢 都可以依据不同的目的做呈现 再来我们可以依据作业的类型 比如说我是办公室作业 我是户外作业 或者是屋顶作业 高价作业等等 不同的作业类型去做这个风险的分析 那我们不同的风险而产生出来的 都可以用这个管理方案 去做统计 我该去这个风险到底是目前是分析进行中呢 还是我这个风险是验证中或者是结案的状态 那第三点呢 也是一个最基本的目的 就是我们为了要降低职业灾害 提升安全 那我们透过这个报告书去调查这个事故或职业灾害的时候 之前都是以这个职本方式做传递 那相当的耗费时间 而且需要有一个有人员来做统合跟分析 那经过这个系统的套用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线上直接就去通报我们的这个职业灾害 然后了解这个灾害的原因 那这个整个过程中呢 我们是运用这个PTCA的步骤 我们去持续的优化 那在之前 长龙航空给我们的资讯呢 是他们总共报了53项的职业灾害调查 那其中两起是徐经事故 十起是存餐 那我们如何去降低这个职业灾害 我们使用了quantum仪表板的这个功能 去显示出我们管理的绩效 那这样子的绩效表现可以一目了然的 去看出说我们各年度 它的这个灾害分布的情形是如何的 那这个管理的绩效呢 我们也可以设定不同的参数去做探讨 比如说用失能灾害频率的FR 或者是灾害严重度的SR等等 或直接使用这个灾害的事件的数量 来去做评估都可以 那或者是依据灾害类型 这个严重度呢 去可以去做分析 那不同的灾害类型呢 而导致不同的严重度的产生 那也可以用时间轴来去分担说 我大概在哪一个月份 可能会导致比较多的灾害发生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灾害事故的这个分类 去看说这个原因统计分析 到底是属于这个作业人员的疏失比较多 还是环境因素比较多 还是机械设备的这个因素比较多 我们也可以用仪表板方式 一目了然的做呈现 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损失统计 损失统计可以看到说 大概是哪一个部门它的损失天数比较多 也可以用来推估说 是不是哪一个部门的这个风险会比较高 然后进而加强我们这个部门的这个风险管理 那最后做一个总结 使用华安卫管理系统呢 就是的最大利益 就是全面性动态管理我们的华安卫相关议题 从我们现场的走动管理 到整个千和的承报呢 发现问题要追踪改善 全部都可以在系统上面一体化的完成 那是而且这个也可以发展 也可以牵涉到我们 可以让工作者实际的参与整个华安卫的文化 让自己的工作能够更加的完善 然后也是关心自己工作上相关的议题 那另外呢就是系统的好处 就是可以清楚的展现整个管理的绩效 用滚动式的持续改善的方式 来不断的提升我们华安卫的效能 那整个设计的逻辑是符合PTCA的管理逻辑 使我们的持续改善 作为我们明年度或者是下一个阶段 管理阶层这个决策的利基点 更有利于这个公司的运作 有这个程度 ung他们的影响 费你不理贸